真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人不制服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诚意 没有强缘 制服原文的意思是控制限制 我们如果没有管理好控制好自己的心 就如同一个没有强缘的诚意 没有保护 仇敌可以随意的进来 一颗不受约束的心 没有神的话语和圣灵的管制 也容易给仇敌留地步 真言二十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 都是提到自治的问题 一个人如果完全顺着自己的欲望而活 不是导致可厌恶 就是缺乏防护 任仇敌随意攻击 所以人要管制好自己的心 就像是一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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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样 感谢观看